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地直播带货头部主播 因偷逃税款被处以13.41亿元的罚款 轰动全网 而税务部门还透露 各方正在商讨 在恰当时机再公布 其他头部主播 偷逃税款的有关情况 那么以网红带货的直播模式 接下来到底向何出去 直播购物的消费模式 会扬来什么样的变化 来看一下相关的采访报道 12月20日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税务部门 公布了对网红直播带货女主播 偷逃税案件的处理情况 经查该主播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 通过隐匿个人收入 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 虚假申报等方式 偷逃税款6.43亿元 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税务部门对该主播追缴税款 加收质纳金并处罚款 共计13.41亿元 随后这位网络带货主播的社交媒体 和短视频平台账号相继被封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我作为参与者 就从业人士 我反而觉得就是有监管 然后有抽查 然后有处罚是对的 因为这样子就告诉大家 首先直播电商行业是一个非常 它绝对不是法外之地 是一个非常有管理机制 而且有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市场 所以整个在市场中的人 都必须奉公执法 并且平台和商家都必须要公正公平 12月22日 浙江 上海 广东 美京 江苏 河南 深圳等多地税务部门发文 要求此前尚未关注自身涉税问题 或自查整改不到位的明星艺人 网络主播等 抓紧对照税法 及有关通知要求进行自查 并于2021年底 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 税务部门将依通知要求 从轻减轻或者免于税务处罚 对仍拒不自查自究或者自查自究不彻底 税务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各地的税务局都发了通知 实际上这里头就表明了一个态度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 用这样的形式 用这样的方法 去对这些行业的从业者 有了一个发现说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要罚这么多的钱 那这样的话 大家对法律会有敬畏之心 那么后面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更谨慎 也会更趋于合规 所以这是整个用法律的这样的行为 让一部分人先付出代价的方式 然后把整个行业的合规 先把它建立起来 首先我觉得就交税这一个点 是每一个公民就本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关于是 国家是否要来提醒你 而是你应该主动积极地去上报 去递交 无论它的金额是有多少 对啊 因为是国家创造了这么一个短视频的平台 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你 把你从一个草根孵化成了一个网红 让你获得了比普通人更高的收入 另外税务部门表示 还将联动检查 协助偷逃税款的相关经纪公司及经纪人 网络平台企业 中介机构等 依法严肃查处涉税违法行为 近期内地税务部门也将持续加强 对网络直播行业从业人员的税收监管 网络直播行业头部主播收入高且复杂 收入性质界定难 如何推进行业规范与发展并重 成为下一阶段网络直播行业监管重点 那为什么说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直播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说的就是像MCN机构或者是这些网络 他做业务要小心了 品牌找他也要小心了 也许对他的粉丝也有影响 粉丝对他可能也会失望 是不是还那么喜欢他 还会来他的直播间等等 这里面带来不确定性 一下子多起来了 那他的粉丝会不会萎缩 也就是说现在这种畸形的 第三方代播的这个格局 可能因为这一次税收 至少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震荡 作为平台经济的典型代表 网络直播行业在近几年 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兴娱乐生态中 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各地各级政府也将网络直播行业 作为地方新业态 加以扶持和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措施 有学者分析 网络直播行业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是销售营收增长非常快 直播行业的行业总营收 最近几年一直走高 二是马太效应非常明显 二级分化比较明显 收入特别高的主播营收 比一般收入的主播从业人员 差距非常大 三是作为新兴业态 其税务合规和筹划相对比较混乱 直播行业内的部分主播和相关市场主体 没有对税务合规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一些涉税服务机构 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没有表现出高水准的专业性 按照传统的业态来说 也看得非常清楚 用白话来说 就是你是出钱做广告的 还是你是所谓的广告经营者 就是广告公司 广告的发布者就是媒体 广告代言人就是明星 在传统的业态当中 这四者界限非常清楚 定位也非常明确 弄到直播带货的这样一种场景里边 你说那个主播 他到底是哪一个角色了 就不那么清楚 往往他可能跨得多重的身份 也就是说新的业态 带来很多新的问题 需要在原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面 来重新加以认识 加以理解 艾瑞咨询研报显示 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 超过1.2万亿元 年增长率为197% 预计2023年 直播电商规模将会超过4.9万亿元 2020年 电播成交额占整体直播电商的32.1% 预计2023年占比将会接近50% 直播行业生态圈逐步完善 截至2020年底 中国直播电商相关企业累计注册8862家 行业内主播的从业人数 已经达到123.4万人 近几年 网络直播行业突然快速生长起来 加之现有的一些开发区 园区以及有关部门 在推出一些针对新兴业态的税收核定政策时 把关不严 也使得直播行业的涉税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2021年4月 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安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7部门 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实行 并于5月正式实行 首先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直播它是一个大趋势 就像我刚刚讲 就是它本身是跟着消费者习惯和消费者迁徙 包括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年轻受众 它的一系列新的年轻人 他们本身的这个我们说的性格理念上的一些坚持 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半年一年的生意 也不是捞个快钱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形式 它其实可能是长达两年三年 对整个电商市场 甚至是整个互联网的一种我们说的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从业者都不用去追求它的短期利益 那么从中长期来说 如何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做起来 这才是一个关键 所以在有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的情况下 直播本身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也意味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板块 更值得我觉得政府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 加大对它的一个我们说的关心和辅导 那么公众如何看待直播带货行业偷逃税现象 又该如何治理 凤凰卫视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共同发起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8%选择行业自律 70%的人选择依法严惩 5%的人选择教育引导 17%的人选择经常检查 应该我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引导一下 还有相关的规范跟规则可以明确一点 因为直播行业现在发展的太快了 我觉得各方面都需要同时加强 舆论的教育它的作用 还有就是这种负面教材 它对大家的警示 各方面包括立法 为加强缴税合规 推进新业态经济规范与发展并重 有学者建议从政策上看 过去的核定征收方式会有些被滥用了 今后对于新成立的企业要严格把关 尽量不使用核定征收的方式 对已经成立的企业 也要严查是否合适使用严格征收 如果关上了劳务报酬 转成企业收入这一口子 主播就很难通过转片收入形式 进行偷逃税 在关闭这一偷漏税的方式后 要注意的是 过去一些地方为了吸引企业入住 会提供税收返还 今后要严格规范管理财税资金 不能通过变相的财政补贴方式 办还给企业 总共核定征收原来针对的是非常小的企业 后来在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 没把握住这个门槛 它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霍尔果斯 霍尔果斯正常情况下 国家有规定 新疆啊霍尔果斯卡什 你有一些鼓励类的行业 你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那不鼓励的应该不可以了 但是市场他们在征收的过程 在招商的过程 把很多不处于鼓励范围的 也给他享受优惠政策了 等于是人为给他去扩开了 那这个是说明日常的征收管理上 还是有一些漏洞的 此外平台掌握大数据 平台可以定期向税务部门 主动报告主播收入 打破信息壁垒 而作为提供主播劳动报酬的合作方 也可以有所作为 主播这部分的收入代扣代缴义务 可以由合作方来做 研究人士提议 对于网络直播带货这一新兴行业 其收入复杂 且收入性质不清晰 需要税务部门等做出界定 在此之前 平台可以对旗下的打赏等收入进行界定 便于主播自查 自揪缴税和税务部门征管 这一过程中 也不应对行业限制过多 如明确网络主播不能成立公司等 过多的限制下行发展空间很小 也不利于行业和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特别是对现在的直播带货 这样的新业态来讲 那监管部门需要研究这样的新业态 给商家 给民众一个交代说 我们这个监管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判断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有规可依 有据可循 那么从商家这方面来讲 也知道这条线 这条红线在什么地方 不跨线 那么对消费者来说 当然给消费者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保障 2021年下半年 税务部门接连对网络主播的税收进行清查 多部门也发文收紧对文娱领域 从业人员税收管理 9月18日 中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发布 加强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税收管理指出 要进一步的加强文娱领域 从业人员日常税收管理 对明星艺人 网络主播成立的个人工作室和企业 要辅导其依法依规 见账见质 并采用查账征收方式 申报纳税 依法依规 加大对于文娱领域 偷逃税典型案件 查处的微盛和曝光力度等 是这样 因为每一个短视频的平台 它本身就会扣取你的一部分的税收了 那当然因为我有签署 MCN孵化公司 所以我的收入本身也要去扣掉一些 个人所得税等等的营业税这一些 都会由公司帮忙在扣除后 直接把税后的收入打给我 但我相信会有非常多野生博主 本身在关于一些监管 法务上 这些知识的盲区 他们根本不懂 所以希望国家可以出台一些 类似于指导或者辅导类的项目和服务 给到那些不知道的人 让他们更好地去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平台 可以健康长久地发展下去 其实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 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老百姓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最近几年非常火热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也肯定了电商网购 在线服务等这些新的经济业态 在应对疫情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但是由于发展非常迅猛 整个行业还处于非常粗放式的发展态势 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 进而稳定发展 好 下期回来还是继续话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针对直播带货主播被依法查处之后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网络上有多种声音 一种是质疑直播带货行业的前景 另一种认为 失去头部主播 会对平台造成巨大打击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对直播带货的反垄断调查 或许才刚刚开始 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有学者表示 从几个头部主播违法被查 就推导出整个直播行业不乐观 有点风声鹤唳 直播带货本身这件事情 应该说是有未来 有前途 它作为一种销售方式的进步 它是有它的优越性和它优势 你能够容纳的受众规模 或者你可以影响的受众规模 一下变大了 那这当然是进步 那么对于电商 它也可以说是进步 它可以根据受众的要求 它可以做不同的展示 不同的讲解 它也可以随时 根据受众的需求 做鲜活的现场互动 那这又进了一步 这个形式没有问题 这个形式本身也没有罪过 那就是看我们怎么利用它 直播带货新于头部主播 极大直播平台的快速爆发 几乎离不开头部主播的打造 具体模式也是 平台投入资源打造头部主播 头部主播摇旗呐喊 形成示范效应 从而再多更多人才加入到直播带货大军 更多品牌开始将预算划给直播带货让利 并让用户开始习惯直播购物 当一开始流量平台给到一些博主机会 大家同一时间发布不同的跟个人相关的内容 等于说其实这个流量是一个一线拉平的 但是谁的内容好 这个人慢慢的 他的流量就大 粉丝的就多 然后他从幕后转到台前进行直播 这个是一个逻辑对吧 就一开始他可能是开店的 他可能是干嘛 他就走到前面 这个时候形成的头部是非常公正公平的 但是后面 他们的这种头部就已经不是公平产出来的头部了 他们是完全是引导性导流性的头部 但头部主播至于各大平台 其实是把双刃剑 在平台发展之初 头部明星主播是平台开疆扩度的利器 但是在平台成熟之后 头部主播其实也制约了平台发展 在头部主播的红析效应下 大量的腰部主播和常委主播失去了流量和快速上升空间 从而造成断层式发展 并不利于整个平台生态进化 据产业调研报告测算称 国内前10名头部主播带货占据了近55.75%的市场份额 这显然不是平台和商家想看到的 所谓网红市场 就是代播这个第三方 很多都是MCN机构在管理着这些网红 因为这个市场是极度畸形 比方说我们前面10个大网红 大概可以穷尽我们90% 80% 90%的流量 就几个人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钉子型 是这个钉子帽特别大 就一两个人两三个人 它占的流量特别大 再往下就是快速萎缩 萎缩到那个比重就很小 往下掉就很小 事实上在个别头部带货主播 大赚特赚的背后 是品牌商家通过直播带货赚钱越来越难 甚至赔钱赚腰火 是99%的主播 月收入都在3000到5000元的机型生态 因此当这些头部主播退出后 其所在的市场份额并不会消失 而是会流入更多腰部和常委主播的直播间 以及平台商家的自播直播间 这对行业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头部主播聚焦了大量的流量 有了非常高的一个品牌 一家权跟一个选品权 那个平台跟品牌 大过多的依赖于头部主播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会有些品牌为了上头部主播的一些直播间 他宁愿就是亏本 他也要去上 不再是一个卖货 就是不再是一个卖货本质了 所以会有些些机型 但是我觉得每个行业 每个时代 每个行业都需要通过几年的发展 十几年的一个沉淀 才会迎来一个更好更健康的一个形态 再看几个头部网络主播直播间被封 对平台生态的影响 也就是其留下的市场份额会流向哪里 一种是站内其他直播间 包括其他主播以及商家自播直播间 另一种则是可能在站外的 其他直播社交平台 流量会往哪里流 要看消费者为何而来 无论是商品种类 购物体验还是售后保障 发展多年的老牌电商平台 远非新兴短视频社交平台能比 这也是新兴短视频社交平台不缺流量 甚至可以比老牌电商平台 更加利用中心化倾斜 对头部主播进行扶持 也打造了一批头部主播 但始终比不过几个头部网络主播的原因 因此头部网络主播的粉丝 实际上还是老牌电商平台的粉丝 流量外流的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做的就不错 就是说我从一个观察者角度 什么叫不错呢 就是他们不推绝对头部博主 你好像叫不太出来 纯那种就卖货的主播 对吧 我们就作为消费者了 感觉你好像说不上来 只能说有一些明星啊 或者有一些网红他在卖 但是他卖的那个数字 不足以让老百姓震惊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就是说你将流量公平的推给 不同的博主 不同就是不同粉丝量 不同量级的 不同内容 不同领域的和品牌 那下一步来说 像淘宝今年 其实是逐渐在去头部化 他们会希望更多的流量 能够分配到中央部 或者说变成一个生态 而不是说有两棵大树 直接让下面的草就没有办法生长 这其实我觉得这是平台上 可能会受到的一种关注方向 就是各家店 各家商家自己的自由的直播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流量的倾斜 此外直播带货最初设计 并非为某些人而来 而是作为工具而来 通过直播 导购主播能够与用户深度互动 提升购物体验 并由此建立联系 提升年性和复购率 带动商品销售是最终目的 因此在以人为核心的直播带货 发展起来后 店铺自播成为新的趋势 也是必然趋势 这是老牌电商平台直播 近两年一直在推动店铺自播 而新兴短视频社交平台 纷纷打造自由电商平台 吸引商家入住 让商家开启直播的根本原因 因为每一个互联网产品 都会有一定的迭代 那它在疫情期间 直播带货 介于说线下商业的 受到了一些不变 它其实起到了一个 更高的一个流量助推的作用 那经过这个时代 过去以后 随着直播带货的 退货率的急增 因为它有可能会 极大的增加 消费者本身的冲动消费 因为我们看到 今年的那个数据 普通的退货率 大概是10到15 但直播带货的电商退货率 有可能会高达60% 这样一个数据 那也会让更多的消费者 对于直播带货 这样一种方式 趋向于理性化 直播带货实质上 还是消费行为 在民众来看 促使消费者 在直播带货平台下单的 主要因素是什么 凤凰卫视 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 共同发起的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 62%的人选择价格便宜 10%的人选择主播魅力 5%的人选择平台可靠 23%的人选择确定需要 可能你会觉得 它直播间的东西 质量有保障吧 价格的折扣吧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 购物体验吧 因为它会选择产品 当然第二点 可能是价格有优势 此外用户 直接成为品牌 商家们的粉丝后 后者也能更好地洞察用户的需求 提供更契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 这些对平台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直播流量 是在头部主播手中 还是在商家手中 其实对平台来说 区别不大 总的来说 网红带货 主播等直播间被封 意味着直播带货 将会引来新一轮的洗牌潮 这种自上而下的规范整顿 会先引发平台内部 建立主播新秩序 然后在新秩序下 再延伸到平台外之间的比拼 所以我觉得 直播这行业会越来越发展 会越来越好 越健康 越专业 那么对于从业者的人员的要求 也会提出越来越多的一些要求 就是未来这个行业 你不再是了解直播本身是怎么样的 你要跟品牌方一起去了解市场 去了解产品 去了解品牌 去了解就是供应链 所以对行业的整一个 从主播到比如说执行等等的 整一个行业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行业有整顿是好事 直播带货生态新秩序 将给行业带来深远影响 首先对直播带货行业来说 以头部明星主播为核心的 直播带货格局 将逐渐走向落寞 接下来更多的是中央部主播多点开花 以及店铺自播加速崛起的新格局 而直播带货将会成为标配工具 店铺自播将逐渐成为主流 是长期趋势 因为这最符合监管平台商家 以及消费者等多方利益 管店铺比管主播更好落地 店铺自播能够让直播带货短链化 商家和消费者都受益 因此对一直想去主播头部画而未过的平台来说 这是一个重新建立内在秩序的良机 对还想借助打造 头部明星主播发展直播带货的平台来说 难度和风险已经大大增加 如果说未来 那么这个形式本身是进步 利用了更新的技术 如果我们慢慢摆脱对于价格的依赖 更多的是演示和介绍你的商品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不用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说鼓励更多的企业 其次从平台内部来讲 头部主播的逐渐下滑和市场份额让出 意味着平台需要有新的载体来承载 这就考验平台中央部主播力量 和店铺自播的发展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讲 电商基本盘越稳固 主播生态越成熟的平台 如老牌电商平台等 无疑将更有优势 最后对老牌和新兴几大直播电商平台来说 税务监管释放出监管层规范整理的决心 但监管却不仅于此 在此之外 关于直播带货的其他问题 如虚假宣传 假货 劣质商品 售后无法保障等其他整顿 或许已经在路上 这意味着直播带货将从野蛮增长期 进入规范发展阶段 平台将面临更大的监管压力 谁能更好地保障网络直播的规范化发展 而非用流量造星 谁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希望这个平台越来越公平 然后也希望就是普通民众 也不用担心说整个行业就非常的混乱 实际上大家都是很默默耕耘的 一个行业 然后也希望就是多做一些对品牌啊 或者是对产业有帮助的事情 那我相信在未来 随着就是我们说的销售数字 和整个生态越来越蓬勃 就是包括参与的品牌 和参与的从业者和主播们 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相信它的质量 会慢慢地取代 目前的一些 比如说特别偏低价 或者是特别偏叫卖式的 这种非常传统的这个主播形式 那么拥有好的质量的这些 无论是品牌还是主播 还是服务公司 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 我认为立于不败之地 直播电商 网红经济等新经济 新业态 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繁荣经济 促进就业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学者表示 多元化平台 多群体入场 给网络直播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专家建议可以通过立法 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 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 过程中的不同主体 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务 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 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 中国内地各相关部门 正在联合发力 未来仍需要完善制度 着力构建跨部门 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 强化涉税信息的交换共享 和涉税问题的协同处置 加大联合惩戒力度 在更深的层次 更高的水平 促进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好 下期来看一下 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本周内的A股大盘 还是元宇宙概念继续保持活跃 而外资则是连续4个交易日净流出 此前比较活跃的 向新能源消费类的个股 则是涨跌不移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 这周A股市场 基本上是一个探地回升 是一个硬要乎挫的走势 那周初呢比较低一点 下半周呢有一个逐步回稳 然后震荡走强 我想从上半周调整情况来看 几方面原因 一个就是上周因为是高开低周 有一定调整的惯性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海外市场有些波动 主要还是疫情的反复 包括像美国最新公布的这个核心通胀 创了几十年的新高 然后像欧洲的天然气 因为有一些这个地区性的问题 所以欧洲天然气的大幅波动 也对投资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所以A股市场本周是一个低开的 然后是一个震荡回升 当然这种尝试 实际上也是为下一阶段 框了一个波动的区间 第二个市场有自我稳定的能力 然后出现一个震荡回升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煤炭电力 有色金属等一些周期的个股 整体表现可圈可点 尤其像周四三分之一的个股上涨 但是两地的指数涨的都是中央线 也就是说市场风格在切换的过程当中 那么权重股 能源股 资源股 对这个市场有一个稳定拖底的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是跟海外的货币政策相关度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发现呢 就是美联储已经开始明确退普出 这个货币的节奏的加快 同时在明年三月份之后的话 应该说加息的概率再加大 那么在这种影响之下的话 那么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最近的整体的美元指数 其实已经进入了新轮的这种 走声道的这种通道过程中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 应该来说的话 从全球的格局来看 对于权益市场权益资产来看 相对来说我们都特别有利的 那么具体到国内而言的话 就市场在经济走弱的背景之下 海外情况不是特别优势的 优越的背景之下的话 那么市场的主要层面是基于 对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 放松这方面的一个预期来看的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就当前市场交易的核心 是交易政策宽松的预期 那么在基于交易宽松预期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市场波动 那么特别是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年的资产的表现里面的话 整体分化比较大 就前期比如说涨户比较高的 这些像以性能源为代表的 整个产业链来看的话 今年的累积的收益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到大家开始交易 政策运系的时候 那么很容易沿着这些年龄的 积累比较高的收益股份 开始出现明显的互落 特别像比如说今天的时候 整个新能源产业链来讲的话 其实是受到充许比较大的 A股新能源产业链 2021年以来持续走强 本周再度全面上扬 绿色电力板块放量上涨超过3% 零涨两势 风能 光伏 充电桩 燃料电池等 新能源产业细分板块也纷纷走强 本周行业板块涨跌互线 房地产开发板块领跌 元宇宙概念也一度大涨 中药 游戏 燃气板块涨不拘前 下周市场是年内最后一周 我们俗称叫关门周 关门周的几个看点 我想第一个当然 短期流动性还是会有些制约的 那么游戏方太大的量也不大显示 再加上海外市场进入圣诞假期 所以北上资金某种程度也会比较弱一点 大家都是在一个欢度节日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从市场的这种 节奏上来讲 比方说技术形态 我们还是认为进善退役 是一个强势震荡 目前机构大家都在为明年布局 当然也有困惑 这个困惑就是热点比较难以把握 一些强势热点股价已经高高在上了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一旦遭遇一些黑天鹅的信息 这个马上就会出现高危 从高回落震荡回落 那另外一方面呢 包括全场板块在内的一些价值蓝筹呢 目前是在底部啊 但是呢似乎要快速走强 也缺乏整个市场的氛围 和这个环境的支持 所以对这个来讲 这个选股有难度 那么也导致大家会有边走边看的 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么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2021年的城市 整个财政是典型的特别是后制了 然后往明年来看的话 大家对于财政支出的预期呢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明年的投资来看的话 布局来看的话 第一点要看的就是政策 在多大的宽数预期上 有多落地 特别是比如说以机械为代表的 或者以整个财政为代表的 这些机械也好 这些重大项目也好 能在多大的力度上去落实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点 现在来看的话 市场是一个平凡的缺乏 总体逻辑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板块层面的话 也是轮转的是比较快的 就是整体来看的话 也是很难形成强的 这个专系的主题的逻辑 那么民众如何看待本周市场 一度大涨的元宇宙概念 后市走向如何 凤凰卫视 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 共同发起的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 27%的人选择值得关注 29%的人选择还是概念 26%的人选择谨慎对待 18%的人选择有待观察 我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 是应该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 就是有前景的 但它就跟那个很多新的 就是这种理念一样 它需要时间 就目前来说 可能从整个技术也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 至少我就从技术层面 并不是太完善 这块未来的发展 说不定会让大家比较进行 我觉得的话还得带观察吧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3日 A股共有94家上市公司 披露2021年全年业绩预告 其中77家预息 预息比例为81.91% 94家上市公司中略增32家 纽亏2家 续盈10家 预增33家 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 整体保持了较高的业绩增长 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 在行业的分布上 还是能够体现出 目前整个市场业绩增长 一个主要的来源 那么主要来源还是在于 比如说像5G 像我们的一些新能源 以及一些成长性较好的 一些企业 那么高科技企业和高端装备 制造企业呢 应该说在目前的盈利状况 保持了良好的增长的态势 所以未来也可以作为 我们重点去关注的 一个方面 另外呢 基础的一些行业 比如说像消费领域 那么应该说 他们的业绩保持着 稳定的格局 所以在目前 如果被低过的话 也可以作为大家 重点关注的一批 投资的个股 12月23日 中国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中国稀土集团 是由中国里越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 有限公司 淡州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 引入两家稀土科技 研发型企业 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组建的 大型稀土企业集团 受此影响 A股稀土 永资板块盘中 一度上涨超过1% 大股东之一的 中国铝业 当天大涨 从中国铝业的角度 当然它主要 它还是 它的主业 还是铝 电阶铝 那么电阶铝 早期我们知道 有一段时间 是过剩的 就是铝的产量 我们产能 是大幅度过剩的 所以被列入了 这种相对于限制的 这么发展的 这么一个行业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现在用途 电阶铝的用途 又非常的广泛 包括现在新能源车 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 这种使用 所以在实体经济当中 对铝的这种需求 又在不断的增加 而电阶铝本身 因为能耗双控的原因 很多的产能 释放不出来 所以带来短期的 这种铝的供应是不足 所以是 是带来这种铝的价格 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状态 中信证券蓝筹行情趋势不变 中金公司A股关注 稳增长政策落实 这双证券以退为进 关注稳增长链 华系证券整顾后将逐步起稳 中银证券逢低付局成长主线 好 嘉宾观点 光临参考 祝各位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7点15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 再见